再來我們介紹主機 他的開關按鈕 首先我們Austin主機 他的設計很簡潔 那他的開關總共有兩個 第一個 他的開關按鈕 開關按鈕一開始朝12點鐘方向 會有OFF 那 左側方會有個ON 開啟後 順時鐘 旋轉 停在ON 這個就是屬於連續操作 連續操作 當我們要計時時 我們要計時的時候 我們順時 順時針 將按鈕順時針旋轉 可以達到計時的效果 可以達到計時的效果 那再來Austin攪拌機 右邊開關 這個是屬於速度的開關 一開始只在12點方向 這屬於 零段 那我們的Austin攪拌機 他的變速屬於無段變速 也就是說我們順時針旋轉之後 他的速度 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當達到7點鐘方向 是屬於最快的 那我們攪拌機在使用的時候 注意到 攪拌 攪拌 勾 揉面器 打蛋器 我們總共有三個配件 那這三個配件 打蛋器 我們從 將變速 劃成三等份 低 中 高 可以使用 那揉面器 攪拌勾 我們只使用 低速 跟總速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瑞迴業務部 OK OK 感谢观看